把球完全送出去之后 去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 然后进行弹也好 撕也好 反手批成后 如何进行流畅进攻 你的位置要上的比较高 第二就是说 我认为拿手的话 可以稍微拿高一点 手腕稍微拿高一点 因为你拿太低的话 你没法调节 拿太高的话 你可以在上拳下拳 都可以去调节 肘这块稍微 就是拿着一点劲 不要变形 肘是找不变形 反而撞球就是很稳定的 套胶会力的多一点 力的先 自己先把这个旋转抵消 就是抵消掉 但如果要是粘性套胶的话 我感觉只要搓住 只要搓住胶皮里面 它发生 就是除非很上山 它发生球 有时候你都能 都能用你的胶皮 就把这个浮线控制住 如果要是 这个顺旋转的话 我会这么往前 泻一点 会这么搓 但如果我就是想 自己发力的 肯定是拿回来这么搓 头都会比较转 当然弹肌 你的点一定要高 因为它没有摩擦 它一定要有一个 从上往下的 一个这个弧线 第二就是 当弹肌的时候 手腕一定不要乱晃 手腕要绷住 绷得越紧 说明你弹的这些越集中 一定要在网子上面弹 就是在这个跳到网子上面 跳到网子上面 所有点都可以弹 只是看个人喜好 我认为更稳定的是 等到最高点 因为你这样 就是空间更大 就是老式的 那时候是走 是这么打球的 就这样 这样呢 就是手腕 它直接这么弹 直接靠手腕 就往前 这么直脚 跟拨球一样 所以就不一样 我还是推荐 这么弹好一点 这样弹 这样弹 你的正如转换 就更快一点 所以你这么弹的话 你正如一拿手 还是抵 还得再拿起来 所以我认为 就注意 脏腕肌的 肌修点 一定要是在高点 第二就是 你拿的要高 第三就是 你出手的时候 要感觉干脆 你的手腕要绷住了 碰我身体 把球完全送出去之后 然后找到自己 合适的位置 根据对方 拉球的长短 然后你的脚去调节 你的左脚右脚 都可以去调节 你最舒服的位置 弹肌的时候 根据对方的旋转 对方旋转很强的话 我认为 你弹肌的这个动作 可以更短一点 但是无论是 它强不强 你弹的时候 手腕都要绷进 不要太松 你要根据对方 来球的旋转 跟线路 然后去用你的身体 去控制 它的这个顺旋转 这种旋转的 这种控制 会更稳定一点 一定要去用身体控制 不要用手 有的时候你搓肠 右手拉过来的 可能是偏拐一点 左手拉过来的 可能是偏 往我正手为拐一点 这个时候 都需要大家 去用身体去调节 去找到自己 最合适的位置 然后进行 自己习惯的 弹也好 撕也好 刷国球会 还是你会看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用身体去调节